江坤站在制高点 江坤说郭德纲道德有问题 杨自晚报说呢 近日江坤在广州演讲的时候 对郭德纲的相声的流行 表示了强烈的质疑 江坤说了 现在你看郭德纲在网上闹出了那么多的事 在道德和伦理上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我就搞不懂了 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会去喜欢他呢 如果说郭德纲和江坤两个人的争议点 从什么时候开始加深的 那么一定就是这个事情之后 老维曾经看到过这么一句话 人与人之间想要诋毁对方 那么首先就从道德方面开始 而江坤的这个做法 也难怪会引起争议 但是这件事情 郭老师的经纪人给予的回复 就是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而德纲社一直以来 可以说都在受到主流团体的排挤 这些排挤可能并没有在名面上指出来 但是每一次的讽刺 都能直至德纲社和郭老师 就好比江坤这个塔尖踏底的比喻 这个氛围呢 实际它只是一个从业状态 大众娱乐的一个场所 它并不是一个营造艺术 所以我们就感觉 就是说你真正一个宝塔的话 艺术殿堂的话 它也是应该有塔尖 有塔尖 真正要能够到塔尖 能够引领这个 这个这个艺术往前走的 恐怕还得是那些健康的向上的 而且能够让大家听完了 有从哈哈乐当中 有点启迪有点教育的这些东西 可能江坤忘记了一点 那就是你把自己比喻称塔尖 那也是要有塔底来支撑的 不然你可能就是一个避雷针 而曾经郭老师在相声中表示 不会的很多演员和孝心 没有学会就成名了 经过了长时间的论证 真的特别像是某些艺术家 近些年可以说主流和非主流的争论 一直都在进行 而实际上跟狮子打架最低的话 也需要的是藏傲 只是金巴或者是博美能打赢吗 而江坤相声的能力 不单单是很多群众看在眼里 北大的教授也这么样表述过 第一 江坤的基本功 用我的话说 狗屁不是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这四个字 江坤哪一个字合格 说不会说 叙述一个事情乱七八糟 学他会学什么 什么也不会 但我这种会评的人 就没有在江坤的相声面前 乐过一次 只能感到恶情 相声的唱讲了吗 唱泰平歌词 说学逗唱 你给这郭德纲擦鞋底 都不配 都没有资格 主流的眼中 相声是可以提高人民群众 灵魂档次的一个内容 主流相声演员 也就成为了灵魂的工程师 但是实际上 却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就没有人需要他们 不认为了 无知的相声演员 无能的艺术家们 应该对今天相声尴尬的处境 负最大的责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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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茶馆六正句话 我爱大清国 我怕他完了 我同样用这句话 我爱相声 我怕他完了 我爱他 你们谁爱我呀 也就是从这时候 开始老郭彻底放弃了相声的教育功能 而是回归相声诞生之初的最本质状态 事实证明老郭选的这条路无疑是正确的 把观众的快乐作为第一目标 才得以让德云社屹立不倒 不过这背后的代价 则是老郭背负三俗的标签 没想到朱军的一段话 直接暗讽郭德纲 现在小剧场的东西 有的当然是不错的 但更多的 是只能在小剧场 所以有些人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说侯宝林大师 他们那一代相声艺术家 用了一辈子的心血 把相声这门艺术 从天桥地摊 拖到了人民大会堂 而当今我们有些相声演员 用了一夜时间 就又把它从大会堂 拽回到了天桥地摊 用了一夜时间 把原本登上大雅之堂的相声 又重新拉回到天桥地摊 朱军此话一有所指 相声作为最草根的艺术形式 后来经过侯宝林大师 对传统相声作品的 去无存经后 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 本来最草根的艺术形式 一下子变得高雅起来 相声最初的魅力损失殆尽 而这也导致相声 迎来了十几年的低谱期 而打破这一困局的则是郭德纲 老郭和其他相声演员 传统相声重新拾了起来 而这条路也恰恰迎合了观众市场 其实这些年 对于相声的雅俗之争从未停止 但唯有老郭悟出了相声发展的真谜 那就是能让观众开心的相声 才是好相声 我从小学学到大学毕业整整16年 你学的还没我吃吃了 咱俩谁叫谁呀 上了大学 我还学过 材料理学 理论理学 结构理学 流体理学 财性理学 分析理学 土理学 一年 大学有相声转业 咱还别说那么高端 就相声这四门功课 锁学斗唱 你可能都够呛 锁 我能锁灌口 倒口 窃口 学 我能学景句大鼓棒子 斗 我能让观众大笑 我不笑 唱 我能唱太平歌词 各种小曲小调 割下会点骂呀 我还真没看出来 对了 差点忘了 说了 我可不是说家伙呢 你了不是想叫我怎么做人吧 那您可想多了 在下自由假讽甚言 懂得众校员一礼一连迟 做错事情 只有长辈管教法律制裁 如果说相声 能把人叫好了 那还要警察敢骂你 监狱都该取一团不就忘了 如果你说 瘟疫工作者 应该通过瘟疫作品 弘扬正能量 表达和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哎 这个我不跟你拍杠 介财 真正是符合文奈会 讲话精神的论点 别动不动 就想着教育别人 想想 自己有那个字 江坤的相声 或者主流相声 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喜欢听 甚至就出现了没落 要不是郭德纲的出现 相声现在 就已经没人 没人知道了 有这门 有这门艺术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江坤的相声 他没有跟随着时代的发展 时代不断的变化 他依然坚守着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那样一种 说相声的这样一种理念 干嘛呢 要给人一点启示 给人一点启发 对不对 让你的相声 经得起 琢磨 琢磨完了以后 会得出一点道理来 谁有时间琢磨呀 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 这么这么的快 对吧 出了剧场 可能是业务啊 家庭各个方面的电话 事都很忙 谁没事 琢磨你的相声 没有那个时间 他不是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 我们的生活节奏都不快 那个时候 就是说 这个文化生活 比较单一 可能电视 都不一定很普及 即便有电视 就那么几个台 看来看去 老是这些东西 我们没得选 所以听你们呢 现在我们互联网 自媒体 各大平台 有的是 我们的生活很丰富 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呢 再说了 我们凭什么 要听你来教育我们呢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 都很忙 走进剧场 就想图一个乐子 就想乐一乐 放松放松一天的 压力一天的疲惫 走进你的剧场以后 你给大家讲道理 给大家上课 谁 第四 麻了个字的 故意再次将 毛头指向饭券 胜蹭某名影像 社团粉丝 喜欢恶意之道 这段银法对立 好吗 借大帽子扣打 可是据我所知 正是跟阁下 您关系密切的一位音乐 就在前几天 冒冲刚事 堵截奉场所住 并透露两人对话 此人还说 是转门为 马分的提供素材 哎 这事 你不想解释解释 第五 麻了个字的 这回给我们带来了 一套圈信的理念 那就是 艺术团体上言 就是割韭菜 我的个天 你届时在质疑 我们执行了 多年的既定国策 是吗 把正常的市场上业行为 定义为割韭菜 你这样会让人 怀疑你那个 之上 是转机印的 我建议阁下 找一个晃晒夜灵 砍柴局上 建一个小猫物 从此难更累至 自给自足 不予烟和踏人 进行物质交换 这样你这一辈子 也不可能被割韭菜 还割韭菜 我看呢 这就是出生的时候 忘了割齐呆 瞧你那个 作词的样子 关注我 每天都有 不一样的精彩